尽管传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德州能源监管机构谈判消息 但因市场忧虑全球燃料需求崩溃 国际油价周五再错 纽约旗油本周大跌29.31% 创1991年博安战争爆发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美国一些石油和天然气相关公司开始计划裁员 规模达数百人 也有公司祭出五仙价 中共肺炎疫情冲击扩大 有报道称全球范围内 14家车器近期叫停了超过100多家工厂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宣布 从3月23日起关闭加州和纽约的两家超级工厂的生产 至于内华达州电池工厂则继续营运 特斯拉盘后股价下跌 市值和今年2月最高峰的1600亿美元相比已经腰斩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公告 最新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报告 今年2月份设备制造商出货金额上升到23.68亿美元 年增率连续5个月正成长 尽管中共肺炎影响全球科技产业生产链 但包括台积电 英特尔等大厂 今年资本支出仍然明显放大 加上记忆体市场走向复苏 西米预期年增率在未来几年将会持续攀升 中央银行19日宣布降息一码后 国营龙头台湾银行20日率先公布最新存款排告 下周一开始试用 本次各年期存款利率多数调降一码 一年期定除机动利率将由现行的1.09% 下滑至0.84% 失守1%大关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